腿脚是开启健康之门的钥匙 人体的脏腑、骨骼、肌肉等部位 在足部都有反射区 通过刺激这些反射区 可以收到调理身体技能的效果 所以有人认为足底是反映全身的镜子 腿脚是人体的保养站 春天洗脚、生羊固托 夏天洗脚、鼠视可趋 秋天洗脚、飞润肠如 冬天洗脚、丹田温浊 这正是对中药足疗功能的形象概括 小腿上分布着60多个穴位 足部有近70个反射区 另外,腿脚不伸手可及 按摩起来简单方便 我们如果对这些穴位和反射区经常进行按摩 就像给五脏六腑按摩一样 对这些穴位和反射区经常进行药育泡洗 就像给五脏六腑洗澡一样 所以,把它比做人体的保养站 一点不足为过 腿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双脚和小腿离心脏较远 加上地心引力的影响 血液回流时就费劲 如果把腿照顾好了 就等于在身体的下部加了一个泵 可以助心脏一臂之力 足腿部按摩可以使血管轻度扩张 神经末烧兴奋 使微循环得到改善 尤其是用适度的热水浸泡双下肢 可以使经过双脚血液温度增高 速度加快 让血液回流畅通起来 腿脚也可以吃药 从医学角度讲 足疗与腿疗还是有区别的 足疗与腿疗相比 其功效相差甚远 这是因为足疗所刺激的部位 仅仅是足部反射区 而腿疗既包含了足部反射区 又把小腿上的足三阴 足三阳六条大经络和六十多个穴位 收入其中 足部反射区加上小腿的经络穴位 其作用远远大于单纯的足疗 腿疗也好 足疗也好 都是先药育再按摩 药育的目的 不仅是温暖脚步 加快血液循环 更重要的是 让药物通过皮肤 吸收到体内 直接发挥作用 影响药物吸收的三大因素 是皮肤的厚薄 泡洗的面积 血管的数量多少 药物可以通过腿脚 直接进入体内 腿脚可以长出疫苗来 医务人员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将一个人的双腿 泡在零度的水里几分钟后 他的鼻黏膜血管就会收缩 血流变得缓慢 抗菌能力也随之减弱 鼻中经常存有的致病菌 就会活跃起来 就容易发生感冒 同理 若将双腿放在温热水里 鼻黏膜的血流就会畅快 就不易感冒 这不是腿上长出疫苗了 腿脚是沟通内外的门户 在炎热的夏天或寒冷的冬天 门窗紧闭不开 室内空气就变得浑浊 此时 只要门窗一打开 这些问题就立刻解决了 我们可以通过刺激肾筋和胆筋来建立门户 通过刺激皮筋和膀胱筋打开门户进行交换 通过刺激肝筋和胃筋关闭门户 让有益的物质在体内充分流通 小腿是人体的环卫功 人体排出废物和毒素主要有两条途径 出汗和排泄 腿域可以使人发汗 按摩足底的肾 膀胱等反射区 可以增强肾脏的滤过功能 使肺物顺利排出体外 腿脚学温大 长按摩能促进健康长寿